谢谢您好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两个词语 第一个词语呢叫做发抖,它的英文名字可以是trimble or shake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中文意思呢可以是由于害怕、紧张、愤怒或者是受到寒冷等 而身体抖动、颤抖 好,那么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语字呢是小女孩在寒风中冻的发抖 那么这里的的我们使用的是双人旁的的 这里是由于小女孩在冬天由于天气很冷,她感到寒冷,所以她的身体会发抖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一位同学被草丛里的蛇吓得直发抖 那我们用到了下的直发抖这样的句式 同学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用到直这个字 那在这个句子当中,一位同学呢是由于受到了蛇的惊吓 她会害怕,所以呢她下的直发抖 好,那么还有一个和发抖有关系的成语 我们经常用到是瑟瑟发抖 这里呢指的也是,她由于受到了惊吓呀 感到害怕、紧张或者是愤怒而瑟瑟发抖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例 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发愤图强 发愤图强 它呢是一个四个字的成语 我们先来看发愤 指的是下决心、努力 第二个,图指的是谋求 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 所以发愤图强呢 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下定决心、努力、谋求强盛 想要变得更加强大 它的英文名字可以是 work furiously to make something strong 好,那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 为了实现梦想 她发愤图强 不断努力 最终实现了梦想 也就是她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去发愤图强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每个学生都应该为了自己的明天 而发愤图强 去努力学习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发愤图强呢 它是一个正能量的积极的词语 我们呢可以表示为 想要谋求什么而变得强大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词语 我们下次再见吧